寄這一些連署書查詢書要給大家 好 要驗名正身 那怎麼樣驗呢 今天一大早說議員們接報電話了 因為現在陸續很多人已經收到這個查詢單了 我們請教小玉姐 我們現在拿到了率先公布就在這裡 好 就是這個 看起來是信封黃色牛皮紙袋裝的 裡面有第一張是粉紅色的紙 說基隆士雄會提醒您 要在這個框框處勾選連署人的名冊 是否為本人的簽名蓋章 蓋章是括號 並在被查詢人簽名或蓋章處 親筆簽名或蓋章 好了 裡面正式的這張名單就長這個樣子 這個是基隆士選舉委員會的查詢單 裡面說本會辦理基隆士第十九屆市長 謝國良的罷名案 好 後面說 填單之後你要在8月2號之前 付回郵信封寄回本會匯準整理 這裡面細節非常多 要看仔細 但重點來了 簽名括號蓋章是跟否 我有看不懂 到底是要簽名還是蓋章還是兩者都要 會不會我寄回去又說不可以 我這份就被否決掉 所以我就說 謝國良到底有多怕被罷免 對自己多沒信心 你可以看得出來他現在一直不斷的在使奧波 那好 那我先破梗了 事實上我剛剛有問一下這個藍營的 袍蘭營的這個朋友他們就說 事實上謝國良在這個私底下他有說 他有說就是說他認為 他認為就是說在之前民進黨沒有介入之前 他覺得他不會被罷免 可是他認為說未來這個民進黨可能會介入之後 他認為這個罷免連署會過 他覺得會過 所以你看他現在就覺得說他要開始就出一些奧波 那剛剛舉經說這麼大堆 意思就是說這個就是所謂的複查 就是說你這個 你的連署到底是不是造假 那問題是這個很吊詭 因為第一個這個手續非常的繁雜 那包括說你填完之後呢 你還要再寄回去 那寄回去 那很多人 譬如說很多那個 還要付回憂信封 不能直接寄回去 對 那你知道就是說很多的基隆的人 他不一定如果沒有收到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沒收到一關 我寄回去又是另外一個關喔 對 所以現在又傳出說 本來是一萬三千份 這已經夾跪魂了 可是今天又傳出說 其實高達兩萬份 欸我也想說奇怪 4.3萬份你就寄出兩萬份 你到底是覺得裡面有多麼樣的不合格啊 對啊 我今天有細問 我覺得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幹 因為謝國良陣營 他們有預估 他們認為說裡面很 因為他們反而就覺得是民進黨在動員啦 所以他們覺得說這是民進黨動員在操民策 所以他們現在就要開始使出這個奧波 所以總而言之我覺得兩個點 第一個就是謝國良對自己超級沒信心 第二個他們非常擔心民進黨會介入 所以他們一直認定民進黨在後面推波出來 所以才要開始使這個奧波在 在在催這件事情 但是我回過頭來 我還是要講啦 其實坦白講 謝國良仇混值已經蠻高的了 包括我們之前一直在講他的市政 從小小一路講到公正 可是說實在的啦 如果你今天連這個罷免 你都要連奧波進去 因為不要不要講嘛 包括你的主委 你也是自己人 你的總幹事也是自己人 你的總的兒子 對 其實全部都是 包括總幹事跟主委 都是你自己的人 然後你現在要再幫這個罷免 自己提高門檻 我再舉一個例子就好 當時在罷免韓國瑜的時候 雖然韓國瑜的選委會 高雄市選委會也是自己的 可是韓國瑜都還不至於使出這個奧波 當時韓國瑜四十萬份當中呢 他只祭出兩千多份 現在基隆你四萬三 你就傳出說要祭出兩萬份 不是 那韓國瑜那比例是零點零五 現在謝國瑜的比例是百分之四十三耶 超高耶 超高的耶 超誇張耶 超誇張耶 對 那現在唯一要解套的方式啦 就是說以當時韓國瑜的例子為例 韓國瑜現在就是 韓國瑜當時 為什麼只刪掉九份 他就說如果你沒有寄回去的話 我就認為說 這個我連署人認為沒有造假 因為我認為我有造假 我可能才會做一些反應嘛 我就是會牽這個事或不是嘛 可是我認為沒有造假 我就沒有必發要寄回去 所以算是高雄當時的巡迴 還算是有開一些大門 你現在基隆是 我要看未來基隆你要怎麼認定 如果基隆現在是把說 我寄給你的信封 我寄給你的確認信 如果你沒有寄回去 這個也算是他們認定造假的話 那我認為說 這個已經是非常非常 這個大篇幅提高這個門檻 這個是非常非常誇張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照這樣的話 真的是蠻誇張 我們請教一下 我再強調一下 韓國瑜那個時候是認定說 我沒有寄回去的話 也算是有效 他現在是要你還要回憂信封 一定要寄回去 那要看基隆市巡迴會要怎麼認定 如果基隆市認定說 你沒有寄回去 我就算你造假的話 哇這個跟韓國瑜 當時實在是差非常多的 好所以請教浩漢 基隆市巡迴說 我現在不能 也從未公佈數量 那我想說到底是不是兩萬份呢 那你就說不是就好了 你就說我要寄出幾萬份 不是都已經審查完了 審交不能也不能寄出數量 好這個是張約翔 也就是張通榮的兒子 民政處長他會說呢 基隆宣委會呢 會依照查對連署辦法 正在進行查對作業 那宣委會從來不能 也從未公佈任何個資跟數量 我就想說 到底是一點三萬份 那時候已經覺得很誇張 還兩萬份 是我想這一個 就是今天早上民眾收到的 這個通知書 查詢單 那其實今天的時候 就有民眾打電話給我 他又把這個查詢單 比喻成什麼 他把它比喻成一個 改過字新的字白書 怎麼說 就是是否現在基隆市政府 已經知道你的個資了 那也知道你要罷免市長的意圖嗎 然後我給你一個機會 讓你改過字新 你就在上面打個否 寄回去的話就代表 或者你不寄回去 就代表你 其實就是會認為說 你已經改過是向善了 我沒有要罷免市長的 這個意思 其實已經有非常多的民眾 以這樣的一個比喻 來認為說這一份寄出去 他其實實際上的目的是這樣 那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還必須要強調一件事 據現在的瞭解就是基隆市選委會 確定要寄出兩萬份 剛才明杰有講了 其實依照高雄市過去的 四十萬份的連署出 其實寄出兩千 其實他佔的比例只有百分之零點五 那基隆市現在是四萬三千份 寄出兩萬件 其實已經佔了四十六趴 其實幾乎要高達過去高雄的百倍 我只問這件事情 基隆市選委會自己都覺得 這件事情合理嗎 而且二來是說寄出去的 所有的這個費用 其實現在據了解的 還是動用基隆市的第二預備金 來做指引的 光這個花費就要花到一百萬以上 大家可以知道 這第二預備金的最主要目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救命 等一下 你是說你們又因為這個 然後又多花了一百萬 對 為了這些事情 因為選委會的一般的一個預算來講 不到選舉年 它是不會有預算的編點 對不起 因為我剛誤會了這裡面的意思 他就說他有附一個回郵信封給你啦 所以你要依照這回郵信封寄回去給基隆市選委會 所以這回郵信封 也是第二預備金 是 所以這件事情 其實讓我們覺得很荒謬的是說 其實為了就是滿足 可能在政治的這一張手上面 要影響基隆市的整個罷免的 這樣的一個過程 所以居然還是用了基隆市政府的預算 而且甚至是動用第二預備金 來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的話 已經造成的地方都覺得說 這件事情怎麼又是謝國安 花錢的一個新的一個方式 另外一個就是針對於民政處長 兼任選委會總幹事這件事情 當然依照選委會的編制來講的話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嘛 但是這個編制其實這過去都是因為什麼 市長選舉 總統選舉 立委選舉來編制 但是在這一次比較特殊的是什麼 它是一個罷免的選舉 它其實這一件事情的被罷免 因為民政處長或是這個選委會的總幹事 它其實是什麼任用的 它其實就是透過政務任用了 所以對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其實它是有涉及利益的一個問題 所以在昨天的時候我們為什麼民進黨團 然後其實我自己這邊也提出來是說 這個選委會的總幹事 因為這件事情牽扯到你這件事 甚至如果今天市長被罷免掉了 你就應當要立即的去職 所以照理來講的話 他應該自行要去回避 說他現在兼任總幹事這件事情 他也可以請民政處的副署長 他也可以來代理 因為他是事務官嘛 他比較容易站在一個中立客觀的角度 來進行所謂的相關連署工作 或者是罷免工作的一個審任 但是現在你看民政處長今天還是照樣這樣的一個回應 或是這個總幹事現在照樣這樣的一個回應 那其實說實在他根本完全沒有人要去散開這個問題 還是一萬三千份 我們收到的內部的訊息是兩萬份 那其實如果依照過去 連我的字可能不小心撇到哪裡去都會寄出去 如果依照這樣 如果選委會站的這麼硬的一個角度 你像過去高雄市寄出兩千份的時候 他其實是有一千份回函的 然後剩下一千份其實是沒有的 那如果依照現在張宣祥的這樣的一個說法 他認為說只要沒有寄送回函的 通通都不列入考量 就等於說要剔除的話 其實他直接就一萬份就剔除了 依照比例來講他直接拿就一萬份 所以我如果自己用我的信封計的話 我不用這個我選委會的信封計的話也不行喔 這個現在其實就是大家查明的 甚至還有民眾講說我自己送過去可不可以 但是選委會依照現在的狀態來講 他完全沒有對於這個程序的一個實際上的說明 對啊如果我今天好我為了這件事情我慎重起歉 我怕郵差今天拿過去嘛 或者是說我郵戳可能來不及了 我親自送過去選委會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算數 其實選委會到現在也都沒有具體的說明喔 他只講了這九個樣態 但他也沒有明確的會議紀錄提供出來 所以這才是我們現在遇到非常多值得質疑的地方 所以請教委員喔 剛剛說這個是用第二預備金耶 那不是謝國良自己的事嗎 為什麼要用第二預備金 有錢不去買公車 第二預備金來發這個查詢單可以嗎 因為查詢單它其實當然是法律上賦予紀錄市選委會 他們可以去做的一個調查 就或是核實他到底連署是否為真實人的本意 或者是有沒有重播筆記登的問題 這反正就法律賦予到 那當然郵資的部分因為通常都是行政費 那時候柯文只用第二預備金在做畢業展的時候 你們不是也是覺得不可思議嗎 現在我覺得更不可思議 第一個就是說 他原本本來就應該是他們紀錄市選委會 相關行政費費用 那我有像紀錄市政府問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到底現在回去到是1.3萬還是2萬 那紀錄市政府是說 這都是內部作業 所以照理說應該是沒有明確數字出來 所以連你們都不講喔 我是真的不知道 他們就說這個是選委會內部的事情 所以當然如果真的是2萬的話 他累積起來油資當然是看起來是蠻可觀的 但不過他原本的行政費用不足 所以他也只能從第二預備金去做 那你不覺得韓國瑜那個時候比例0.05 現在紀錄這邊46% 你不覺得有點不符合比例原則嗎 如果是2萬份的話 當然以比例來說 看起來是真的蠻高的 但是是不是2萬份現在是不知道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整個譬如說 我知道很多的攻擊說現在紀錄市選委會 他這個張淵翔 他是這個張通通的兒子 但問題是他現在也的確是民政處的處長 張通榮 抱歉 張通榮 對張通榮 沒有我搞混 張通榮 然後就是他也是現在民政處處長 那我意思是指說其實全國都是這樣子 地方選委會的主委是由市長副市長 或是秘書長三個選一個去檢 那所謂總幹事的部分 就是所謂民政局相關單位 政副首長 所以你說台北市也是這樣子 所以你說這個是他們某紀錄市政府官員 其實也不是 因為現在體制上各縣市就是這樣去做 只是剛好之前沒有選上 然後之後就被找進去而已 因為這件事我們還強調 就是跟涉及利益有關 對啊 跟他未來還是有關係 但如果他今天 我們不一定說強制他一定要 不能擔任這個角色 但是他如果因為有利益的問題 他應該可以自己迴避才對 我們就說真的 我們每天都沒有接受ья 接著再次見 我們現在已經有些地方 來明顯示 我們很久保護102 在地方 今天就外觀看 我們來看 這次龍友 我們來看